大家买房要根据自己经济势力 如果赚不到什么钱 就不要去买高价房 如果一停工的话 银行就会把房子收回制 到时候注视前房两空 今天要说的这个事 就是贷款买房无力偿还 银行要来腾房 吴先生在2013年 向银行贷款280万买笔数 当时是分期26年还完 没想到从2020年开始 吴先生房贷就不还了 其实银行也给了吴先生机会 多次联系吴先生 要求归还银行的欠款 但吴先生一直没有偿还欠款 所以银行在2020年 把吴先生告上了法院 要求偿还本金200万和相应利息 判决下来以后 直到现在 吴先生还是一分钱都没还 所以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可没想到执行法官去腾房时 还被吴先生给辱骂了 我们把这个被执行人 宣到法院了 并且向他下发了 这个执行通知书等相关手续 当然这个被执行人 第一次来法院的时候 就是态度非常不好 对我进行了一些侮辱 我们这个进行了劝告 2020年吴先生与银行 也是达成了一个和解 吴先生说 当时他已经离婚 所有的欠款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并且承诺在2022年7月30之前 把所有银行欠款还完 如果倒是没有还清的话 就自动的腾空房屋 虽然吴先生做过承诺 但是7月30号早就过了 这吴先生没有还钱 也没有腾房的打算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上门强制腾空 执行法官到达这处别墅时 吴先生并不在家 所以进行强制开锁 进门之后发现屋里物品 一应俱全 看样子是有人居住的 这吴先生也并没有腾房打算 看到执行法官上门腾房 这吴先生也是赶了过来 在大连的吗 我大连我就从天赶回来了吗 就为了我俩不处 我上方言子行 我找地方都找不着 那你赶紧看看吧 这搬家 搬家我现在什么事 我现在要求是 给我一个月四点 我现在正在办理贷款 这个什么 正这个过桥呢 现在人家正在办理过桥贷款 我现在 我现在才能处理 因为疫情刚刚结束 对不对 你说最起码疫情 现在我回来都宝贝 我就回来就为了解决这个事 你说你现在 我刚刚从家刚出来 刚刚从社回来 都没上一行那儿房门走 我刚刚准备去办理事人 你们回头就开始了 我刚刚出门 现在一个月不是一月 你现在不是说给不了 你现在不是说给不了 现在是疫情刚刚结束 这个动国现在已经告诉了 一个月四点 一行等这么长时间都等 差一个月吗 对不对 我一行 你说律师就我配合 我已经配合他了 对不对 我把他打回来 问一行 现在一行电话 我都打不通 不是我是银行的 对啊 我现在要求 现在给我一个月四点 要不我今天就跟你上一行 我走行长 行吗 我叫我走银行长 咱们账都没清算完 你这个账是到几月份 你是三月份 是到七月份的 我叫钱是到七月份的 你现在给我扰到十二末的 你现在差我半年 这个账怎么 账都没低清楚 你现在就给我搬价 你是什么事吗 一行的账 我叫全的账 我还款 我以前 你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 你别说那个了 你要不能说律师 你都要这么说 他俩就没多少感情 我告诉你啊 你要想断 他俩现在都要感情 没想到吴先生回来之后 并不是说要还款的事 而是说自己和银行账还没算清楚 这银行怎么突然就来腾房 而且还想银行再给他一个月时间 他准备把房子抵押出去 来偿还银行的欠款 但是法院判决在2020年就已经下达了 这两年时间都过去了 吴先生都没有提过账目不对 现在倒强制腾房才说账目不对 这有点难说不过去 我说你不可以来讲 你银行只有钱的 你做啥呀 对不对 你差一年里的账目 你差点时间了 这么长时间都等了 谁家伯都自己 你这么不讲理 我现在压根不是不讲理 我现在给你账头 我说还钱 我现在马上要还钱 你先要办我 他说你今儿要还钱吗 我现在马上还不了 你看不开心 我现在还得还 我现在你弃行期间 你不给时间还 我现在正在策备 你这么的 不打扰你还钱 不打扰你还钱 该把你还把你还钱还钱 你爸爸我晚上给他打桌 我们晚上是个打桌 你家六分你帮他接着桌 给你租房子 租房子 租房子 我师父还能有准备时间的 你抱歉我住好了 你先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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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下面吧 公告问题也没 大哥 我没有收到 我说都没收到 我先写我之前 从我办公 否则物理东西放弃 是你写的 我写的一词 律师劝我的 他劝我做写 我来接识 贵律师生吗 贵律师生吗 贵法院士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他叫我去 他叫我去写 我就去写 不讲理你 对不对 当时这个 要把他也不想起来 对不对 吴先生就一口咬定 腾房通知什么都没有收到 执行法官却突然上问腾房 都不给自己一点时间 自己还拖家带口 晚上要去哪里住 但是吴先生却忘记了 在今年7月31号时 自己签了一个承诺书 如果7月31号之前 没有把欠款还期 就自动腾房 难道以前签的承诺书 不算数吗 你一口要得财还你之前 你就我到这个房子 我花钱你带过 你带过怎么费的事 有意思吗 差一个月吗 就差成一个月吗 对不对 我不是跟你一口 不是不是上来 对不对 我给你一口上来 你要的是钱 你要是我房子吗 对不对 我回事 就给你这事也都给不了吗 你就给了什么机会了 你给谁机会了 你们一口 我当时只行当时 还钱的时候 我说我前几天 我还钱 我八九十天 你把手套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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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说话 没人跟你打押 我现在已经很好说话了 我这边 我这么多年 我八九天钱钱 我换钱 我擦你们有分钱了吗 我没配合 我们别给你交钱吗 对不对 银行咋的也好 银行现在要的事情 我要给你还钱 我挣点贷款 给你 我关门告诉你 你给他给你连机 贷款是个一无世界兵 你走过一旁 银行来 银行连机 我现在 银行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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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银行连机 你俩谁都想接 免得你现在 他现在 我走不着银行的门 把银行连机 你把银行连机 你把银行连机 你欠别人钱 不是别人 执行法官是按照已经下达的判决 吴先生承诺在7月30号之前还钱 现在没有还钱 也不想腾房 但吴先生就坚持自己的礼 希望银行再给他一个月时间 他去筹钱 但银行对吴先生已经不再信任 因为吴先生之前有过四次承诺还钱 最后都没有还上 现在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银行不再信任他 今天要么腾房 要么就是还钱 现在一行刚结束 对不对 到现在还宝贝 对不对 他欠钱了他这个 两年多 那欠两年多 他一直 欠两年 你还欠钱要欠钱 你度了价了 都住了吗 都清了 你别浪漫了 现在又欠钱 现在又都自己呀 你别浪漫了呢 你干什么说别人家呀 我叔叔的事 我现在要比较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这个世界 我就请生一个月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不给你花钱 他都给人家 我都刚刚给你给不了了吗 给不了不行 哎呦 不行啊 你还行不行啊 而说到还钱 这吴先生就强调 现在还不了 银行不应该 把他逼得这么急 他还需要一个月时间 去筹钱 这不管银行 和执行法官怎么说 这个吴先生就有言不计 希望法官再给一个月的时间 你没办法呢 你给你一次告诉我 你现在管管也没有用了 那你现在管了 不用 我现在管人肯定不常传 我现在你把管不上 你不要 我们彼此啊 那他彼此啊 我现在咱都管不了 我现在必须带管 我现在不带管你去 你放哪里去 我有办法都能带不住管 还讨议呢 还议呢 还议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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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他必须得走 这说了这么多 这吴先生环是听不进去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强制腾房 大哥 我现在说话 我现在跟银行上来 银行你 我差一个银行 我差一个银行 都走了 银行你 银行人 你出了银行人 上来不了 你变走银行人 对 我先先走 我又先银行人 那我就再银行人 你代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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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代表你代表你 你代表你代表你代表你 由于吴先生一直不还钱 也阻碍执行法官的执行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强制将吴先生带离 然后腾退房子 执行法官把吴先生带离别墅之后 吴先生情绪也平静了下来 也说起了自己为什么还上钱 吴先生说 从2013年到2020年 自己都是在正常还款 2020年自己生育上遇到了困难 所以这钱就没有还上 既然当时经济已经遇到了很大困难 为什么还要在7月31号承诺书上签字 当时那个时候咱有能力偿还那个钱吗 没有啊 也没有啊 现在正在的时候 正在研究还钱的方法呢 早方法呢 咱还剩多少钱 像本金208万多一点吧 他家发起和那个 和违约记呢 我就正在和央行谈讨 怎么协商解决啊 能不能解决呢 那咱下一份有什么还款的 我现在就要过桥还款吧 想办法拿着方程贷款了 我已经贪图了 干谁贪图 你已经借到这笔钱了 对 有铺了 大概这笔钱 咱有铺了 大概这笔钱 咱们打算什么时候都还呢 大约就是一个多月吧 多数一个多月吧 那就是咱跟银行房 谈没谈过这个事 现在找银行房 我找不着银行房 我现在银行银行 现在也找不着 他北战又搬走了 搬到混南 我说混南 也想了一个办法 把自己房子给抵押出去 应该能借到一部分钱 来偿还银行 但这套别墅 已经被法院给查封了 是不能够再次被抵押的 执行法官之所以要 查封这套房子 也是考虑到 吴先生现在没有还款能力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房子拍卖 之后偿还银行的欠款 如果就这样一直拖着 这利息会一天一天往上涨 到时候给吴先生的压力 会越来越大 非得让银行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 还没还上还不一定 反正时间必须得给 但是我们这个案子 从去年7月份开始执行 然后到现在 已经超过一年多的时间了 这样的话 他的本金是不变的 利息是不断地往上涨的 如果我们一直不拍卖 这个房子的话 那对于被执行人 也是不利的 因为这个利息 罚息什么是非常高 看到执行法官 今天强制执法的态度 吴先生也放弃了想法 开始收拾起东西 吴先生表示 离婚之后又再婚了 现在需要和妻子 共同协商腾房的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吴先生妻子 也是赶到了现场 吴先生妻子希望执行法官 能再给他们几天的时间 让他们自己搬房子 全是执行法官 今天就是来强制腾房的 再也不会给吴先生任何机会 看到执行法官态度坚决 吴先生妻子又提出来 今天给一点钱 看能不能再还几天时间 但是却表示 今天只能还五万 这里二百万本金还差得很远 先还你点 能还我两天吗 还不了 你看你还多少 我给你多钱 看你还多少 我先还二百万吧 那你这是真为难我减 你要是给我一个月 我有可能的 你现在突然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就急从我 我现在手里也没有那么多 就五万块钱 我了 他太多了 我是有诚意的 我是想还 想留 假如我要还不上的话 你就在那 其实我们并不是对你 我们是对你 我明白 我明白 我闻会你来 大家选社 那我明白 银行方面并没有同意 吴先生妻子请求 所以腾房工作环 要继续下去 看着是一质子 吴先生妻子也开始收拾起东西 两个小时之后 屋内的物品被腾了出去 执行法官也是换了所 贴了封条 我们在继续腾同这个房屋之后 再进行上网的拍卖 今天就是准备整个 不再给他和那个 宣传人调取的机会了 是吗 据我所知呢 就是这个案件 从执行到现在 银行已经给他四五次的 这个时间了 而且从执行到现在 已经一年三个月了 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了 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欠银行 是两年多的时间 这个钱了 一分钱都没有还过 所以银行就是 也不同意再给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认为他再给一个月 两个月 这是几个月 他都不会把